《君子与小人之辩》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所讲的是 《君子与小人之辩》 这个主题的第二部分 这个主题总共入了论语31条 《君子与小人之辩》有多重要呢? 我们辨别是君子还是小人 我们才可以亲近君子远离小人 亲近君子得到利益 远离小人离开祸患 这就是命运的改变 改变命运从这里改变起 没有比这个更善巧、更重要了 第二个呢 亲近君子共同造善业 力量广大 可以改变社会的风气 改变民族国家的命运 所以君子跟小人的辩别 有多么的重要 上面也说 我们懂得亲近君子 这包括我们的求学 我们的尽得修业 包括我们选的长官 包括我们选的事业的老板 包括我们要办事情的事业团队 以及我们要设受的人才 都在君子跟小人的辩别当中完成 君子跟小人的辩别 这三十一条中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总说 君子跟小人的辩别 第二部分是特别解释 或者分别解释小人的形象 第三部分是绝劝我们要善巧面对 那第一部分 总说君子跟小人的辩别当中 分为两种辩别 一个在心上辩别君子跟小人 一个是在地位上辩别君子跟小人 君子是在位的执政者 小人是一般的乡野之民 这个时候对君子对小人 没有辩没有欲 可是在心上的辩别 这个就有辩有欲了 尽得修悦的君子 是被我们赞叹的欲 无德无能 坏乱社会人心的小人 是被我们辩的 在心上来分 总共有十五条 就是在行事的风格 处众独处 见地 心情 心量 承担上 可以看出君子跟小人之别 分别解释小人的形象当中 可以从巧言吝啬 利口复果 貌似心非 相怨害德 患德患思 外言内弱 静慢远悦 耍小聪明 看到了小人的形象 要远离小人 避免过患 最后决欠 我们要善巧面对 善巧面对 要懂得 清静善之士 远离二之士 叫清闲远逆 而且告诉我们 远逆是避害 在心态上 要怎么远逆 在做法上 要怎么远逆 以上是这个架架构的大义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进度 是君子跟小人的辨别 在心上的 君子有所恐惧 小人是无所畏惧 这一条的经文 是三十一条中的第十三条 所谓孔子曰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 侠大人 五圣人之言 这是出自 纪事篇的第八章 从这里来看看 君子小人之别 君子的恐惧 小人的不恐惧 从恐惧说君子 从不恐惧说小人 君子恐惧的是什么呢 为天命 天命 董仲书说天的命令 什么叫天的命令呢 做善 冥冥中得快乐 不管是心情上快乐 身体上舒服 境界上顺源 这是天的命令 作恶呢 在冥冥中 身体 生病 或者很多的逆源 在境界上 很多的痛苦 受用很多的痛苦 事情 废人 来自指定 老温 都没行 出事 老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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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天之法恐惧得不到天所给予的快乐 第二个呢为大人 大人呢就是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 在整个天下叫天子 在整个诸侯叫做国君 也可以当成执政的这些大夫 不管他是在诸侯或者在天子那里 有实权的大夫 这叫大人 这大人呢也是过去的善业所成 没有过去的善业 没有过去的主德 没有那个显赫的家世 他绝对没有这一世的这一种学习的环境 包括他个人的成就作为大人 这样的大人要畏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要尊重他过去的善业 他的家世 他的学习 来自于他目前的地位 因为那是公家的地位 我们要尊重他这些的大人 所表征的意涵 而以道来辅佐大人 对他尊重 对他劝谏 如果尊重于他 那表示对天命的尊重 再来引导他向道 能够带来社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承的善知识 传承的善知识 传承圣人之言的善知识 他所说的言语 要畏惧 如果违背 会有凶险 相应 会有急躁 所以君子要懂得慰 慰就是害怕违背 也要害怕自己做不到 这种慰是有消极的止恶 积极的向善 慰大人也是一样 有消极的 怕对大人阳奉阴违 怕没有在好的大人当中被提息为人才 失去了他对国家的服务 怕对大人惨狂 引导大人为非 坏乱社会国家 这种的恐惧当中 说他是君子 君子有不恐惧 有恐惧 此处就有恐惧的部分 说他是君子 当然不恐惧的部分 是君子不在意个人的明文力 不在意个人的得失 这是君子的不恐惧 至于小人 从不恐惧当中 说他是小人 小人不恐惧的是什么 不恐惧的是天命 为什么不恐惧天命 来自于他不知 就是这种 吉凶祸福的道理 这种鬼神 鬼神加福 或是加厚的这种现象 小人是不知 小人不知 是他根本不知 从来没学过 没有碰到这样的善知识 没有碰到这样的经典 所以他不知 第二种的小人是 学了他也不相信 的不知 其中学了他也不相信的不知 是最恐怖的 因为他表面相信 骨子轻慢 由他在世间的经验 他知道 往往一邪道才有快乐 一震道哪有快乐 谋个人的幸福 才是真正的出路 谋大家的幸福 哪里是出路呢 占便宜才是快乐 吃亏哪里是快乐呢 所以小人的不知 或许来自于他的无知 更可怕的是来自于 他学了也不相信 否定的无知 所以自然他不畏惧 不畏惧呢 自然不会去想要断恶修缮 也对断恶修缮的人 也不会重视 所以对有天命的大人 也不会重视 骨子里是轻慢的 对大人的恭敬 是表面恭敬 其实是惨狂 只是讨好而已 想要在大人身上 谋得个人的利益 或者引导大人 引入歧途 狼狈为奸 对大人的政策 是阳奉阴威 最后把大人 引导到名利之处 是非之处 让这个国家民族 朝向败亡 这种侠 还包括残炎 包括身体上 引导他 去走入生涩的场合 像祭环子受女院 把鲁定公 引到生涩的场合 让鲁国的国阵大坏 孔子出渝 这叫小人 侠大人 五圣人之源 五就是轻慢 对圣人的严重点击 他内心里面是轻慢的 看不起的 他认为那些是依辱 是高坛扩论 是不务实际 是跟他的经验阅历不符 是没有出路的 就算推广 那也是愚民政策 不相信那是出路 这两段里面 都是以天命为主的 从前灌到最后 君子是为天命 所以天命所在的大人 也畏惧 符合天命的圣人之源 也畏惧 所以从为圣人之源里面 懂得学习经典 深入经典 具足政治界 懂得尊重大人 导政大人 跟好的大人 来造善工业 跟懂得在坏的大人当中 恭敬他 导政他 而在断恶修上上 戒胜恐惧 君子终于趋吉避凶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改变国家社会的命运 小人也从不知天命开始 所以对天命是不畏惧的 对有天命的大人 是轻慢的 是讨好的 是惨媚的 是静残眼的 是把大人导到小人的 导到无德的 一起狼狈为奸的 对圣人之言是看不起的 因为他从来不相信天命 所以天命 圣人之言 讲天命的圣人之言 小人心中也看不起的 所以费经费伦 对经典他是不重视的 对经术的毅力 是不愿意体会的 毫无价值的 也不会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方向 国家民族只在于当公立思想 霸权主义 只看眼前 不看未来 不看人性 看物质 所以从这一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从恐惧当中说群子 从不恐惧当中说小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 不恐惧当中说君子 君子不恐惧 他个人的名文立养 他个人的得失 小人恐惧的是什么 小人恐惧的是名文立养的失去 小人是患得患死的 小人是很恐惧自己的福报的流失 很恐惧于自己的快乐的失去 不在意天下的安危 以上是这一章 孔子在说畏惧当中 是君子有畏惧 小人没有畏惧 我们可以引申为 君子是畏而不畏 不畏而畏 小人也是畏而不畏 不畏而畏 从恐惧当中看到君子的面向 从不恐惧当中看到小人的面向 可是我们可以引申出来 从不恐惧当中也看到君子的面向 从恐惧当中也看到小人的嘴脸 这一章里面可以反省自己 也可以观察别人 帮助我们能够尽得修业 改变命运 是这一章的大意